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意大利的品牌 苏西地带的精彩水 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在我的空瓶分享 已经空瓶过很多次了 非常的好用 因为它真的很保湿 它的这个用法 会放在这个助养仪里面 去使用 因为我觉得效果是更好 大概是20毫升 然后 全脸喷 包括果子 不要放过你的果子 真的觉得使用过这么多次 真的觉得非常的好用 好 喷完水之后呢 就到精华了 精华呢 我是用的是这个 美国的一个医学品牌 叫Selaxia 它这个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是独立包装 很方便 它里面含有 三种不同大小的 透明尸孙 然后 它的分子特别小 可以深入到你的底层 所以是非常的保湿 然后你用完 觉得一点都不干 很好用 涂完精华之后呢 就到脸部的精华油 那最近我发现的一个宝藏产品 真的很好用 就是AB的蓝串精华油 听说呢 最近他们还拿到了 WWD的最佳的护肤品大奖 它这款油的质地呢 是一点都不油 而且吸收力很强 瞬间就可以吸收的那种 这个产品呢 含有品牌专利 细胞瘦肤科技TFC8 可以有效的 让你的皮肤变得更稳定 那你看 我就是滴大概3D左右 就这样子 515 然后印到你的皮肤上面 眼睛 下巴 还有脖子 它还可以提亮你的肤色 令你的皮肤更滋润更有光泽 这款油呢 还可以有好几种的用法 除了这个晚间的一个 当做一个精华油 还可以妆前的时候使用 可以让到你的皮肤 妆容更服贴 更有光泽 还有就是 可以当作是一个 修复的一个精华油 比如说你出去 做一个户外活动 滑水什么爬山之类的 晒伤了 如果皮肤泛红了 那也可以涂上它 或者是 换季的时候有点敏感 它都可以有一个修复的作用 晚上使用它之后 第二天 你可以看到你的皮肤 恢复到一个最健康的一个状态 所以其实也蛮神奇的 挺好用的 推荐 现在我们要涂面霜了 要把刚才涂好的 统统都锁住 不要那么容易流失 那我用的是 OLED的 换眼淡纹 抗皱面霜 它的这个质地 我觉得 非常好推开 不腻 也是这样子 放在手心上面 然后 推开 然后也是用印压的方式 印在你的皮肤上面 把这个可以很有助 淡化你的 所有的细纹 好了 现在到眼睛的部分了 那我用的是这一款 亚斯兰黛的黑砖送路眼霜 还有配的这个小金棒 那这一款是含有两倍的浓缩 黑砖送路的精脆 所以是非常的珍贵 那我们就拿一点点出来 然后就用这个小滚棒去 把眼部的去按摩 大概3D左右 可以这样子 这也是一样 这样子 按一按它 嗯 吸收了 这个其实也挺水润的 是挺挺好推开的 最后一个步骤 还有不少的嘴巴 因为我嘴巴经常很多死皮 所以我一定要涂唇膜 我用的是这个蓝芝 那黑镜都用到又没了 而且我一定要涂得厚厚的 对 这么多 然后 敷在那个嘴巴上 它可以很有效的 可以去你的死皮 然后你第二天 就是嘴巴还是润润 我一定要涂好唇膜 嘴巴才可以 有这个保护 嗯 就这样了 好了 我去睡觉去了 晚安 Good night